大家好,今天来教大家画江南水箱 首先用线条画出房子的轮廓 先画出房顶再画房体 画的时候注意房子的透视效果 然后涂黑房顶 给墙体涂一些灰色的调子 再画出窗户 用同样的方法去画剩下的房子 墙体涂上颜色 画出窗户 涂黑房顶 再给墙体涂一些颜色 画出房子的窗户 剩下的房子用同样的方法去画 后面的房子颜色画前一些 然后在前面画一些树丛 先用转圈圈的方法画出树叶 再画一些树枝 房顶也用同样的方法画出树叶 给树叶画一些树枝 在房子旁边画一艘小船 先用线条画出小船的轮廓 再刻画小船的细节 画小船在水面的倒影 接下来用线条画柳树的树枝 然后用八字画出树叶 最后在天空画几只飞鸟 这幅画我们就画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